大家好,南花虽然非常受欢迎,但是总有话有说南花不好养 总是容易把你的南花养死或者是养成一个病痒痒的状态 那么南花其实养护的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做好这四懒疫情 基本上你的南花都能够养得特别的好,状态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要做好哪几点呢? 首先第一懒就是要懒胶水 南花它是受制根,如果频繁胶水的话会导致它的根系出现腐烂的现象 那么南花烂根,那么你的南花的长势就不好,而且很容易养死 所以我们养蓝的话,宁愿懒一点浇水,也不要过于频繁的浇水 懒一点浇水的话可能会导致空根的现象 但是对你南花的生长,这个影响不是非常大 但是过多的浇水对它影响就特别大了 第二个就是要懒施肥 南花其实不是特别洗肥的植物 相比较其他植物来说,它这个虚肥量是比较少的 而且施肥了一定要薄才行 如果施肥过量,过瓶过浓的话,很容易导致它出现肥害 然后伤根伤苗 所以南花一定要懒施肥 关心养分不足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在南花发芽期间呢 给它补充一点这种南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就可以了 然后在花期的时候呢,给它补充一点凌甲肥 基本上这个营养就足够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懒翻盆 南花其实不能够过多的翻盆 过多的翻盆的话呢,很容易导致它的根系受损 而且呢对它的生长不利,它会经常处于浮盆期 那么呢,南花可能很难发芽或开花 所以呢,翻盆不用太过勤快 不用每年翻盆,也不用一年翻几次盆 我们大概两年左右给它翻一次盆就可以了 第四个就是懒拨植料 看花苞 很多花有啊,想看一下你的南花有没有发芽 有没有开花就经常拨动这个植料 那么其实如果你的南花已经长了花芽花苞 你这样子拨动的话呢,很容易伤到这个蓝芽 然后就很容易导致你的这个 呃,南花这个新芽或是花苞呢 会出现这个夭折的现象 那么最后疫情就是要勤通风 这个呢,我也跟大家说过很多种 不管是什么花,它生长的话 都是需要非常好的一个通风环境的通风好 它才能够长得好 所以呢,养好兰花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